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5月18号星期六 大家好 之前其实我说过 我说在中美两国都存在的一部分人 一部分什么人呢 就是说希望中美两方贸易谈判谈不成 你包括之前其实川普很明显的两次表达过这种意图 想要政治干涉孟晚舟案 希望把孟晚舟这个事件和平的把它处理掉 但是司法部的副部长当时干脆就愤而辞职了 甚至司法部内有人把孟晚舟的案件的一些核心证据示范给了媒体 通过从外部从媒体施压 导致孟晚舟的事件想要和平解决就变成了不可能 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觉得美国当中 我之前我说过 我讲过纳瓦罗的知名中国 我说纳瓦罗的知名中国 不仅仅是纳瓦罗一个人的想法 其实它体现了整个美国鹰派的那种脆弱的心理 就是说认为中国是一个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致命的一个威胁 而且就是说现在不解决的话 将来很有可能就要跟中国打热战 但是我知道就是说 鹰派像以纳瓦罗代表的这种鹰派的这种思想 被很多现代的观众认为就是说嗤之以鼻 认为就是一个笑话 这不可能的 对不对 但是就是说纳瓦罗真的这么认为 而且他写了一本书 他这本书还拍了纪录片 而且他的书和纪录片在美国的鹰派当中 可以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共鸣 很多美国的鹰派都有这种认为 包括川普我觉得潜移默化 也受到了纳瓦罗和跟纳瓦罗相似的这些鹰派的影响 对吧 但是我说当时我就说我说川普相对比较聪明 比较明智 我认为他不会被这些人所左右 当然这些人会影响他的判断 但是我相信贸易谈判川普还会秉持着一个相对比较务实 比较理性的一个态度 如果在中国也有一部分人也希望贸易谈判谈不通 但是他们和美国的鹰派其实不太一样 他们是希望通过中美贸易谈判的谈崩 通过美国的施压来影响到习近平的执政 党内国内有很多人对习近平又搞终身制极度不满 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一种的复辟 因为中国从49年建国以来 真正搞了终身制的实际上有老毛 老毛可以说是几乎就是终身制一直干到死 除老毛之外没有 对吧 后面华国锋 邓小平都 江德民的胡锦涛都不是终身制 由于从小平同志这开始了 就是说立起了一个规矩 每人干两届干十年结束 但是习近平现在给人看起来 他就是说他的志向已经不再是十年了 对吧 我说我老夫夜观天象掐指一算 我看他最少也得干三届十五年 三届十五年之后下不下还不好说 党内也好国内的很多的一些自由派的民主人士 对此是极为的不满 有很多人就希望借美国的之手 引起习近平的某一些难堪 这块样子不好意思啊 有点热伤风 大家要注意身体啊 最近这段时间忽冷忽热啊 明天好像纽约这个31度啊 呃今天是23度 明天31度啊 呃前天好像才十几度啊 这个三两天之间上下差了十几度 接近20度的时差 在这个温度啊都有可能 大家也都小心保重身体啊 好 接着说啊 那国内呢也有这么一种观点啊 那习近平实际上之前呢 有一段时期无限接近于呢 达成一个对他来讲呢 有利甚至呢可以接受的这么一个协议啊 但是呢我们现在看来呢 有些人就是说呢 坑了习近平 给了习近平呢 就是说或有意或无意吧 呃给了习近平的一些错误的信息 导致了中共上方呢 对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的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和抉择啊 呃本来呢 这个也也还好 对吧 川普发了 对吧 要要加关税 然后呢 我当时呢 你还记不记得那段时间 我们上跟一哥们吃饭 那哥们反正他也就是说做这种 就是说股票啊 期货啊 这些啊 金融的这些投资啊 我就说我说呢 我认为中共最后呢会妥协 我说呢 就是说就此来讲呢 其实我认为你有机会在里边呢 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去做的话 也许你可以能够呃做做点什么 对吧 那但是呢 就从这几天来看 中共这个妥协的意图呢 越来越弱 你发现没有啊 首先呢 就是说美国啊 首先咱们说呢 咱们得承认美国率先翻脸啊 对这个华为下手了啊 而且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那我们现在得到的消息呢 华为还能挺半年 实际上在中兴事件之后 在孟晚舟事件之后呢 华为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威胁啊 那华为呢 一直呢 在想办法呢 囤货啊 呃 给自己呢 就是说做一个万全的一个准备 那现在呢 就据我们所知呢 华为自己背的这些零部件 还有货源的话呢 那他再支持半年呢 软软当当的 一点问题没有啊 半年之后怎么样 现在呢 还不知道啊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得到消息 美国已经向台积电施压了 那么最后台积电会怎么选择 会怎么处理这个事 我还不知道 就是说如果没有台积电的 不让台积电抛开在外的话 我问华为再挺个半年 甚至再挺七八个月都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台积电现在彻底倒向美国了的话 那华为还能不能挺变 还能不能挺半年 就是一个未知数了啊 这个呢 咱们再看 但是现在来讲呢 华为应该呢 没有就是说 呃眼前的这种这种这种危险 对吧 好 那我认为呢 川普现在对华为做的是最直接的 如果再把台积电给卡住的话 那就是彻彻底底的 我当时说呢 不用搞孟晚舟 孟晚舟令 你你搞孟晚舟的目的是什么 你不还是为了搞华为吗 对吧 那你搞华为的目的是什么 你不还是为了注意贸易谈判吗 说白了 现在注意贸易谈判 如果谈到龙的话 现在还会对华为下手吗 就不会了 川普就该说呢 那我们要搞5G的话 我们应该搞科技靠科技进步来搞5G 而不是靠呢 那个我来这个就是限制谁 对吧 之前他也说过的话 那个时候就说 贸易谈判谈的还不错 现在谈的不好了 就开始限制华为了 对吧 那这个完完全全的呢 就是说对于华为的这种打击呢 我们可以说呢 不是出于一种就是说 经济考量或者安全考量 其实说白了 现在对华为的打击 就是出于中美贸易谈判的考量 对吧 出于一种政治要求 对于孟晚舟呢 我一直也是认为如此 对吧 搞孟晚舟也是为了搞华为 也是为了搞中美贸易谈判 这里面呢 都是有政治在背后 当然我知道我这么说 很多人要骂我 但是呢 我还得说实话 说事实说实话 那现在来讲的 孟晚舟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啊 但是美国朝豪严下手了之后呢 中国在前天迅速做出了反制 中国呢 对外的正式公布 就是批捕啊 正式批捕了康明凯和迈克 中国之前批捕了 他们可以说半年多的时间 但是呢 没有说正式批捕 比如说正式批捕的话 就是一个什么情况 就好像当初抓了这个范冰一样 就是说抓了之后 到底怎么审怎么判 他是有一个弹性的 就是说我有很大的空间 我可以给你范冰冰定罪 我可以抓你 我也可以呢 把你吴给释放 那最后呢 我们当时呢 我们得到消息 范冰冰呢 应该是那个没有刑罚 只是罚钱啊 但是对于前述呢 就是我们当时得到的消息是错误的 呃 但是无论如何吧 范冰冰最后就就等于出来了 也是抓了差不多前后 也半年多的时间 对吧 那我们当时得到消息呢 就是范冰冰自己付钱呢 住在一个酒店酒店里 被人24小时的监控 来呢 这个就是最后算的配合调查了 对吧 那康明凯和麦克尔呢 也是这样子 如果中美贸易谈的好 华为问题能解决 孟晚舟的问题呢 不再是一个因素的话 那孟晚舟这边问题一解决之后呢 康明凯和麦克尔可能 莫名其妙的就就放了 就说当时呢 那个抓了他们 让他们配合调查就放了 但是现在一旦正式批捕了之后呢 就不得就不那么好解决了 那为什么呢 也就是说实际上 我觉得对康明凯和麦克尔正 进行正式批捕 就是对华为事件 对孟晚舟事件的呢 一个回击 我再来一张纸 哎呀不容易啊 抱着这个带病之躯啊 还坚持给大家录视频啊 太不容易 老模 好 接着说啊 好 但是呢 从此也能看出来 就是说中国已经就是说 彻底撕破脸了 关于孟晚舟和华为的实践 对吧 呃文文圈圈的就是说不留余地了啊 不过呢 康明凯和麦克尔 我一直说说他们两个比较可怜 我一直说他们两个呢 不能算无辜 只能算呢 无网 是无网之灾 因为他们两个在中国 多多少少 其实说白了 就是在从事这种情报工作 中国能够抓他们 能够说他们在窃取中国的这个国家情报 或者一些什么情报的从事这种 就是说这种情报工作吧 我觉得中国肯定是有证据的 而加拿大的自己呢 也心知肚明 康明凯和麦克尔俩人呢 到底是干什么鬼的 对吧 康明凯以前呢 是这个前外交部人员 麦克尔呢 就是说跟金正恩的关系很好 对吧 那他们应该来讲呢 不光是窃取中国的情报 可能对北朝鲜的情报呢 也有所窃取啊 那双方呢 这个在对方国家呢 互派间谍 然后呢 对对方的间谍呢 多少有点掌握呢 这个是有情可言 大家都知道 对吧 有一些间谍呢 实际上明明知道 但是呢 不见得要抓 我们呢 去观察他 对吧 那么随时呢 有需要的时候呢 随时抓 但是中国呢 抓了康明凯和麦克尔呢 实际上也是付出产能代价的 对不对 因为你对他抓他们两个 一旦公布 就是说他们两个证据的话呢 加拿大这边通过你出示的证据呢 可以反推过来 就是说你是通过谁 得到了康明凯和麦克尔的证据的 对吧 那你的谍保人员呢 也会暴露 对吧 那中国其实一直呢 不愿意这么做啊 希望呢 就是说通过一种桌子下面的交易 拿康明凯和麦克尔的去交换孟晚舟 对吧 那这么来讲呢 实际上等于中共的就变相承认了呢 孟晚舟呢 也算是中共的这个 变相的一个情报人员 对吧 就就算是一个间谍桥了 就说你抓了我一间谍 我抓你两个 我抓你两个间谍 咱们交换间谍 对不对 你一个换两个 你不吃亏 是吧 当然我照这么说呢 很多人又不满意了 就要谁 孟晚舟不是间谍 孟晚舟就是一个普通的 一个安静的美少女 都醒醒了 是吧 咱们说两句实话 对吧 咱今天就打开天窗 说亮话 都说点实话 咱没必要互相骗 谁也别骗谁 对吧 反正事就那么个事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央视 慷慨的 非常的激昂的 对吧 一分半钟的 我们要跟美国干到底 怎么着 然后这两天 央视就开始呢 放电影 放那个看网元潮的电影 据说什么 上甘岭 还有什么 英雄儿女什么的 反正就开始 放这种 就是说调动民族仇恨 调动民族情绪的 然后想想什么 现在小平同志 当年打越战之前 打越战之前 也是在打之前 就开始 整个舆论工具 舆论媒体 都开始说 越来人怎么怎么欺负我们 怎么在边境上挑衅 就是为战争做准备 做动员 对 现在看起来 就感觉你看 共青团天天也在那吵吵 是吧 央视也在那吵吵 然后《人民日报》 什么新华社 也都在那吵吵 吵吵来吵吵去 都是在 给我反正是一种错觉 我不知道 别人怎么想 给我这种错觉 就好像 中国已经准备好 要跟美国打一场冷战的 而且开始 战前的这种动员 准备舆论 宣传工作 已经开始 6月28号是习近平和川普 应该会面 G20 但是中国定的反制是在6月1号 川普从5月11号说你出关 那么三个星期的话 我们认为其实差不多到了 5月底6月初的时候 差不多也就到了 那么也就是说 双方的贸易战会不会 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会不会升级的话 实际上在6月初 这前后 就已经要有一个明显的 一个结果了 对 实际上说歪了 等不到6月28号 如果想等到6月28号的话 就说明双方必须在6月1号之前 有某一种程度的接触 和一种互相妥协 这样子的话 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副部级的带谈判 以前什么王少文 来了好几次对吧 谈已经不行了 像刘鹤这个层级的 刘鹤现在目前来讲 是一个就是说 名义上是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 实际上他行使的是 国务院总理的职责 对吧 李克强是吉祥物 这我说了很多次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刘鹤也不行了 刘鹤这次来也是很无奈 赔个笑脸 是吧 意思到了 就是说我尽力了 我也不想谈崩 但是目前就这么一个情况 已经超过了 我的职前范围之内了 对不对 现在这种情况的话 如果中美想要在6月1号之前 有某一种妥协 打着某一种共识的话 就必须抵视习近平和川普 要通一个电话了 看来 通信恐怕是不行了 习近平写了好几封信 川普每次都说不错 然后thank you就完了 是吧 也不给回信 那么在6月1号之前 我认为必须要一个电话 有电话的话 就是说现在川普 就是说觉得不想给习近平打电话 对不对 那么我就觉得 习近平应该抄起电话来 我觉得应该给川普打一个电话 因为什么呢 说实话 大家也看到这期节目的标题 我就想说 有个标题 我就想说 习近平你个沙雕 他们在坑你 我不知道你看得出来 看不出来 我之前的录了一个视频 我说现在中美贸易谈判的问题 就是习近平 对不对 就是习近平的缺心眼 导致的 谈到目前这个阶段 习近平被坑了 不是被美国人坑了 是被自己人坑了 是被像金灿荣金一南 这种孙子们坑了 但是金灿荣和金一南 还真的不是说要害习近平 他们是觉得你习近平要打了 我在理论上给你做一个舆论宣传 做一个理论基础 对吧 我是为了跟着老大干 但是有一些人 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在害习近平了 而现在来讲 已经把你看 中共内部现在在做舆论宣传 要调动民族情绪 要跟美国打一场冷战 但是外部的中文媒体 现在在干什么 通通都在煽动一种情绪 或者说在暗示一个问题 就是说中美贸易谈判 谈成现在这样子 谁应该负权责 就是习近平 而且习近平自己也认为自己应该负权责 而我之前我就说了 对吧 我说我不认为有谁 现在在中共内部 在习近平身边 有谁能够逼着习近平说出来 就这么干 不行 我负权责 我不认为习近平有机会说这种狠话 知道吗 习近平身边已经没有像我这种人了 可以指着习近平的鼻子说 习近平你个沙雕 是不是 已经没有了 我也明白 现在注意贸易战谈到这个情况 我觉得几种解决方法 第一种 就是说 党内有一些人 或者国内有一些人 想办法把习近平搞掉 对吧 习近平搞掉之后 我们上来一个更理性一点的 更务实一点的 哪怕让刘鹤上来 是不是 或者是王岐山 或者汪洋 你们仨别怪我 我不想害你们 我只是举个例子 你看对吧 就说这意思 我觉得可能目前来讲 也比习近平可能会更好一点 会处理的更温和一些 但是现在就我们得到的消息 就目前来讲 不太可能 习近平身边是理三层外三层的保护 这种情况不行了的话 我们就必须面对另外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习近平现在就是说一定是他 一定是干 现在搞不下去他 内部现在没有人有实力 能把它搞下去 不论怎么搞 搞不下去 搞不下去的话 我们就要面临两个情况 一个情况 就是现在国内很多人 在搞的这个情况 就是什么 他们认为 不好意思 现在目前国内很多人 想在搞的一个情况 就是什么 他们希望就让习近平 就纵容习近平 就好像一个小孩 你就淘气 对不对 我就让你淘气 我让你上房 接把点火烧自己家房子 对不对 我就作弄你去这么搞 现在有很多人就希望通过 这个 让习近平走上一条绝路 是吧 这个我承认 这个是方法之一 我不能说这不是一个方法 刚才我说搞掉它是一个 另外就是这个 就是说让他自己 就是说自己作死 就是我们弄不弄不死 你自己把你自己作死 我们天天的拱火 让你把自己作死 对吧 没有错 这是一个方法 但是我要说 如果这个方法成功的话 是能把习近平自己作死 但是全国人民都要跟着他倒霉 中美的这场贸易战争 最后一定是你中国付出惨痛的代价 为结束 美国会付出一些代价 但是跟中国比起来 根本就没法比 举个例子 就好像抗美援朝一样 抗美援朝 美国死了多少人 你自己去数数 你能看中国死了多少人 中国付出什么代价 美国付出了什么代价 对不对 如果中美冒战这么打下去的话 如果真的发生一场贸易战的话 中国的损失之惨重 比抗美援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承认现在来讲 这么搞是能把习近平 也把习近平作死 但是我要说句实在话 习近平不配 习近平不值得 不值得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人民 我们国家 我们社会 我们这么巨大的世界 第二大经济企 为了这么一个人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 他不配 他不值得 他只不过现在 一个在这么一个 莫名其妙一个历史时期里边 就是说阴差阳错的 成为了一个领导人的这么一个人 刚好存在这么一个位置上 他跟普通人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对吧 当然了 我是信上帝的 上帝既然安排了他 别让他的道理 对吧 我们不知道道理是什么 但是我们就是说 we do the best he do the rest 对吧 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做 所以我认为 现在来讲 还有第三条路走 第三条路不是说 我想走这条路 而是说 我被逼无奈 我当然 我是希望第一条路比较好 就是要把习近平 弄掉 对吧 我之前也说了 对啊 我之前做一期视频 我说主委贸易谈判 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习近平还在 对吧 但是这条路现在走不通 对吧 你有能力走吗 你没有能力走 我也没有能力走 对不对 我们走不通这条路的话 我们就想其他的路 其他的路 另外那一条 我认为让全国人民付出惨痛代价 我觉得习近平不配也不值得 所以没办法 我们就只能走第三条路 一个第三条路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要有人出来指着习近平的鼻子 把他骂醒 你要让他明白 你这么走下去 对你自己是不好的 咱先不说国家 不说党 不说什么 对你自己是不利的 你这么作就把你自己作死了 而且当然了 这个也有一部分也出于私心 说实话 中美贸易大战 如果真的打响了的话 我们这些华人 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华人 也会受到波及 中国会调动这种 民粹民族主义 美国也会调动 对吧 那么就是说 我们这些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 我们也会受到 某种程度的冲击和波及 对吧 所以也是愚公愚私 我们也都是说 也不是说完全就好像 就是说圣武表或怎么样 对吧 也是也从自己的利益考虑 所以我们都认为 就是说要有人出来骂醒习近平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视频 好像还有一些人在看 那么我不知道这些人 我知道有一些人实际上是有办法 能够把我们的这种海外的视频 就是说 成递到习近平那里去的 对吧 我看权力的游戏里 就好像八爪蜘蛛 对吧 我不知道习近平身边线 还有没有像八爪蜘蛛这种人 就是这种什么人 就是说 我辅佐的是国家 是人民 我来服务的是国家 是人民 不论谁来当皇帝 或者谁来当总统 或者谁来当国家主席 或者谁来当军委主席 我希望这个人能够真的为了国家 为人民好 就是说 我是为国家服务的 我是真正的爱国 对吧 最近很多人在骂我们 说我们不爱国 对吧 我觉得 说实话 当你这么骂我的时候 我告诉你一句话 你不配跟我讲爱国 知道吗 我爱的是国家 你爱的是习近平 你跟习近平搞的是gay 搞的是鸡 知道吗 你是喜欢习近平 而我是喜欢国家 我在做的事情 我在这里说的话 我是真的为了国家 为了这片土地 为了这片人民 我为的不是政党 我为的不是习近平 我不是为了习近平 任何人任何政党 如果伤害到国家 伤害到人民的利益的话 政党就不应该存在 人就不应该存在 人最起码 他就不应该再统治了 对吧 我们不说从物理上 消灭他 最起码应该 应该结束他的政治生命 这个没有问题 对不对 就是说你不能再从政了 你去办点别的 对吧 你让习近平 你可以去扫过厕所什么的 是吧 anyway 所以 我不知道 有没有这样的人 在看我们的视频 如果有的话 我希望 就是说能不能 就是说把这句话 传递给习近平 就是习近平 你个傻屌 你个傻逼 别再犯傻了 你缺心眼是吗 你看不出来是吗 这些人在害你 你不懂吗 自己这么大岁数了 分不出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来 是不是 我欠逸你 悬崖勒马 对吧 现在来讲 你就应该给川普打一个电话 在6月1号之前 争取中美的贸易战 不要进入下一个阶段 为你的6月28号 你们的谈判 两个人在见面 做一个准备 如果你觉得打电话 很丢面子 很难看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子 通过某一种第三方 向美国传递一个信息 就是说你愿意 而且你已经准备好了 要跟川普谈话 那么希望看美方能不能 来提出这个邀请 因为以前也这么干过 对吧 以前也是觉得中国想跟美方联络 但是觉得自己打电话 不好看 不好看 就通过第三方 就是说知会美国 说我们要跟你联系 你能不能跟我们打个电话 然后美国给打电话了 就说美方跟打电话 说这个事 是吧 也可以 到现在也无所谓了 这种都是一些小的伎俩 小的手段 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是吧 我觉得作为一个 习近平 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个政治强人的话 一个有担当的政治强人的话 现在来讲 就是你真正展现 你的政治魅力 政治手段的时候了 这下来讲 你真的应该跟普京学习 普京在他上面 比习近平做的要好很多 就是说该强的时候 绝不手软 知道吗 该软的时候 他也不会 强 他也不会 就是说一味的要面子去逞强 是非常务实的 对吧 我想习近平现在就是考验你的政治智慧的时候了 我对习近平我一直说 我对习近平这个人 其实我到现在我也不理解 你知道吗 他有的时候显得很聪明 有的时候显得很笨 但是也有可能 他已经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 他聪明到了 我理解不了的地步 另外有可能 他就笨到了 我理解不了的地步 因为我经常说 智商是个圆圈 对不对 我不知道他在圈的什么位置 但是很显然 好像跟我的位置不太一样 你知道吗 跟我的位置不太一样 那么我觉得 反正我 觉得你没有胜算中文贸易谈判 当然也许你的智力 你可能比我强很多 你觉得你有胜算 你最后能够逼着川普去妥协 当然了 我希望你是对的 但是目前来讲 我觉得你在步入一个陷阱 一个你身边的那些 中共内部那些恨你的人 那些可能表面上跟你 就是说虚与伪移 但是实际上心里 很恨你的人的一个陷阱 那么我希望你能够悬崖勒马 不光是为了你自己 也为了所有中国人和中国的经济 这个社会 还有以及千千万万的在海外 生活着的咱们这些华侨们 好吧 那你说 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悬崖勒马 第二个是 川普会不会因为要选举的话 他想要把中国这个事给搞定了 把跟中国的关系弄好了 把中国解决了 所以他会妥协去把贸易战给解决了 不会 因为我觉得目前的情况 美国的内部的情况是这样子 就是说 川普现在如果跟中共妥协了的话 反而会伤害到他明年的大选 他不管是采取什么手段 妥协也好 就是说中共要妥协 如果就是现在来讲 中共不改变 完全全按中共现在提出来的条件 如果川普答应了的话 川普明天就别选举了 川普就输了 你明白吗 所以说你中共必须做出一定的让步来 这一次 就是说中共给出来的条件 川普没办法接受 你明白吗 就是说不要说鹰派接受不了 川普实际上不能算鹰派 博尔顿 纳瓦罗 莱特希泽 这些算鹰派 实际上川普比他们要温和一些 我经常说川普是把这些人 当恶狗派出去 就是说你看 你跟他们聊一聊 聊不聊 你只能跟我聊 我比他们要温和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说 中共现在给的条件 连川普都接受不了 不要说川普接受不了 这个条件 如果川普接受的话 会被民主党骂死的 你明白吗 民主党会拿这个事情 作为明年总统大选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枪 就好像要民主党 减张枪来打川普了 你知道吗 现在通俄门等于就完了 现在民主党现在手里没有枪 去打川普 你知道吧 对于川普来讲 现在来讲 川普我也说 就是说没有协议 也许是最好的协议 你明白吗 就这个协议 如果我签了的话 就变成明年大选 就说明年能打我的武器了 所以这个东西我签不了 但是习近平不一样 你明白吗 就像以前谁 奥利沃斯顿去采访普京一样 你看他一采访普京 普京就说 我打算10年之后 俄罗斯再建成 不是20年转成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一个选举的压力 他没有 他一定是他长期 他是长期执政 他可以从一个长远目标来考虑 对吧 为什么我现在我来劝习近平 就这样 因为川普明年就要连任的选举 他要选举压力 他没有办法 他不可能妥协 太会妥协一点点 但是你一定要给他一个 他能妥协 他能接受的协议 你给不了的话 他没法妥协 他妥协完之后 明年他没法连任了 但是你习近平 你没有这个压力 对不对 我就说你现在就妥协了 国内能怎么着 谁敢上街 谁敢游行 对不对 会影响到你连任吗 会影响到你中生志吗 不会的 你明白吗 但是如果你跟川普真怼上去了 干起来了的话 中国经济遭受巨大的伤害和损失 外资企业会急速的撤离中国 就现在来讲 实际上外资企业已经在撤离了 对不对 你已经看到李嘉诚了 李嘉诚跟习近平见了一次面 当然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觉得李嘉诚比我聪明 李嘉诚跟习近平见了一次面之后 据说会谈了一次 回来之后 再也不理习近平了 东西都卖了撤了 第二 对吧 你要按李嘉诚来讲 要李嘉诚那么聪明的话 现在我录迪迪迪迪迪都没有必要 听了他 你说了他也听不懂 他完全听不进去 对不对 我现在不是说没有人劝过他 李嘉诚也劝过他 谁也劝过他 对不对 像我这么苦口薄心的劝劝的人 也不多 是不是 所以失散多年的亲弟弟 是吧 像我那么劝劝的人 也不多了 我当然我也要说 其实我这么劝他 也是出于就是说 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人民 为自己 也不是为了他 但是反正我觉得最后 对他也有好处 我一直是这么一个观点 而且我认为 川普六年下雪之后 你习近平还在 你熬得过他 而你现在来讲 你必须得跟他熬 不过咱们最后看 因为我经常说 相信上帝 也没准 我当然我也在想 也许就是上帝 就派了习近平沙雕来 是不是 就要跟美国干 然后彻彻底底 把这个 不但把他自己拖垮 把共产党也拖垮 习近平上台的时候 很多人对习近平寄予厚望 就认为习近平 可能能够结束中共的议养专制 因为习近平 他的父亲 习近平先生 曾经就是说 发表过一些相对 比较开明的一种思想 比如说像胡耀邦时期 他还是力挺胡耀邦和支持 胡耀邦的 那么就是说觉得习近平 如果要有他父亲的那种 比较开明的思想的话 他有可能能够结束 中共的一党专制 我在想一个问题 以前 我经常给你讲一个故事还记不记得 圣经里有个故事就是三孙 三孙 三孙计 三孙也是 他是一个 就是说算是一个王子 历史 一个算是一个历史 一个历史 反正他出生之后 就是说 有天使 就预言 说三孙将来会帮助自己的国家 打败其他的国家 把其他国家的所有的王公贵族 全部杀光 知道吗 然后大家就觉得 这个人是被神祝福的一个人 然后三孙长大了之后 就发现这三孙这个人力大无穷 知道吗 不可战胜 战无不胜 共和不克 对方的国家也很忌惮他 就是说躲着他 不敢跟他正在交锋 知道吗 然后也听到了就是说预言 就是说神的祝福他 说能够把国家的贵族 首脑全部都杀光 知道吗 所以大家都很怕他 然后他们就重金去悬赏 想知道怎么能够打败他 能打败他 然后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这三孙不能剪头发 他说把头发一剪了之后 就没有力量 他就没有力量了 知道吗 然后他们就花重金 买通了三孙 就是说他嫖的一个妓女 然后妓女就趁三孙睡觉的时候 把头发给他剪了 剪掉之后 他们就把这三孙抓到了 抓到了之后 然后他就没有力量 打不过了 就给俘虏了 俘虏之后 就用铁链就把他给锁起来 然后怕他跑了 还把他眼睛给刺下了 然后把他关在地牢里边 然后就百般的虐待羞辱 然后没事 就是说王公贵族 我们一喝酒就把他叫出来 然后他都瞎了 就在院子里 没事 就拿个针的扎他一下 反正就是打他一下 然后他痛苦的嚎叫 在那拿拿取乐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在地牢里面 往往的头就挡起来了 扎下之后 有一天又是王公贵族 我们大家聚众的就喝酒 高兴 又把他叫上来 就是说拿他找乐 把他当个小丑 来拿他找乐 然后上来之后 他就问旁边的一个人 买通的一个人 就是说他不是喝酒 一个大厅 说大厅的柱子在哪 然后他们就告诉他 柱子在这儿 然后他就过去 他的力量力大无穷 我就抱着柱子 一下就把柱子给弄折了 然后大傻 就逃下来了 就把所有人都砸死了 最后你就会发现 上帝成不起你 上帝的确没有骗你 就是说你祝福 就是说你要把对方的 皇宫以后都杀死了 你知道吗 但是最后 那这下来这种 三孙也被杀死了 就大家就同归于尽了 你知道吗 但是谁也不 大家都以为他会带领着 本国的人民在战场上 你知道吗 去战胜对方 然后把对方的国家的灭了 来 但是谁也没想到 最后他是用一个 这么的屈辱的悲惨的 然后同归于尽的方式 来达到了这个目的 那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 习近平就是三孙 就是说 的确确他的使命 就是来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 来结束共产党的统治 只不过我们都认为 他是用一种特别体面的方式 然后集权 集权之后 像叶丽清那样宣布 退出中国共产党 然后结束共产党一党专制 来改变的政权 我们都认为应该是这么一个 美丽的一个故事 但是谁也不知道 结局原来如此的屈辱和悲惨 最后结果 是他带着中国人民和中国经济 和美国打了一场的 不可能赢的贸易战争 然后最后历经屈辱 终于结束了 他悲惨而愚蠢的统治 顺便就结束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然后我们这些海外华侨 也跟着他一块的历经 挫折和磨难 如果是这样也没有办法 对吧 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了 对吧 我们不希望出现这么一种悲惨的结局 我们出现 我们希望是一个美好的故事 但是没有办法 对吧 还是按视频里说的 我知道我遭遇的都出自于你 我就默然不已 好吧 今天讲到这里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